从去年4月开始高雄海关爆发集体贪毒案件 这个案情越烧越烈 检查到现在呢 决行七波搜索一共收押了44名官员 还有45人交报 其中还不乏高学历的新进人员 高雄海关集体贪毒案连环报 从去年4月检调开始侦办 9号执行第七波搜索行动 再度搜索6间报官行以及一家进口业者 累计至今传唤超过150人 其中已有44名官员遭到收押 另外有45人交报 更让检调压抑的是 海关贪毒文化击毙长久 连新进人员也怕遭到排挤被迫收费 老的官员 这个是一般他们的基本的一些行情 所以年轻的官员可能因为 大家在一起那个机关的文化 所以就不得不根据以前的那个肉龟 据了解涉嫌贪毒的官员从97年起 向申报进口的报官业者 收取每贵四百到数千元不等的费用 再协助业者漏报短报 货品包括冷冻水产品 化学药物以及管制物品等等 他写每个月一万块的停车费 那我们就觉得可疑 后来我们进一步的来交叉 比对我们的一些 搜索的那些账策 还有其他资料 那比对以后 那确定这个是他们那个案号 博检调也表示 也有少数官员坚持不拿签 但却遭到同事冷落 仍坚持自己的信念 因此呼吁涉案官员自首 将重新发落 建议法院缓行 谢谢我李轩许正俊高雄报道